希望他能夠幫我把這一段固定好就行了 這樣需要400塊錢嗎 拿著鞋面上5公分左右斷掉的餘線 民眾氣氛投訴 鞋子沒買多久水晶裝飾就掉了 我有問那個小姐 那小姐跟我說 沒關係 你如果有質疑 你可以拿到樓下店裡去做補牆 如果當時他跟我講說 這個補牆需要費用的話 也許我就不會考慮買這一雙鞋了 民眾秀出購買憑證 4月7號在知名品牌麥坎納 一口氣買了三雙鞋花了七千多塊 沒想到短短買了三個月 鞋子就修了兩次 這也就算了 最讓消費者生氣的是拿去專櫃修 店員說鞋子因為是特賣品 不能跟其他非特價品 相有一樣的維修服務 消費者控訴 購買時店員沒講清楚 特價鞋沒保固 更氣人的是當天去送修時 店員當下也沒表示要費用 是事後才打電話告知 根本是欺騙消費者 特價品這個部分 來說要免除他相關的瑕疵擔保 或者是保固的責任 這樣是不行的 不能拿特價品當作 不能保固的理由 我們更實際拿著鞋 給修鞋師傅看 師傅一看就說 這根本是皮鞋放太久 還沒賣就已經催化 當然消費者一穿魚線就斷 面對消費者的控訴 業者表示主要是魚線脫落 要修好需要把鞋子錶層的皮切開來補 所以才需要費用 但如果是當時店員沒有跟消費者表示清楚 店長也願意免費幫忙維修 只是如果沒有打算改進特價品沒有保固的這個規矩 難保還會有下一個消費者得打錢修理自己剛買的新鞋 接下來的英偉學洋方才給報導